作曲 李宗盛 江水荡卷 南东是喜 云与是碑 是古流痕迹 江河万古长流 铭心凉解 花穿笔波中 融成蜜月夜 天边花迎来 紫色霓虹 而至水香 如今在天醒梦 秋心里那夜 岁月成容 淡放路上 生生万重 芙蓉花灵水 小幻彩虾 轨道吹着风河 铜入万家 万年太风云 孤尽沉沙 长龙相守 水长风华 作曲 李宗盛 风云舰起 风云切磕刀 自守情绪 小看南湖公园 画中尽管 脑中取经 冬大霉如花 走落回龙盘踞 花贵如清醒 雷银鞋摇曳 我又出现 南北路融进城市东白 话语为前行不再等待 丧花木脉将占行时代 走出历史走向未来 是城西南科举前线 西南百变族敲手期盼 在阳帆战旋不几点把 用古术万名被名流传 书馆到起乱黑夜白昼 天赋之云光举八方拦忧 从头也不问归其佛 幸福之最清晰 守候 我们也有请祝我们的原创音乐人 沙里一起来聊聊吧 欢迎你沙里 你好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沙里现在是一名地铁工作者 对对对我是一名地铁工作者 工种是 工种是地铁司机 哎呦哇 我在外交嘛 非常神秘的 我觉得你每天都在 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啊 对对对 对对 我以前在第一线 我们开始在八号线 对对对 知青 这首歌的写作 你也是 结合了自己的一些 工作的 很多情绪 精力 等等 在里边嘛 哦 其实这首歌倒没有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五号线的,就是去年五号线开通嘛 然后这首歌,因为当时 是不是你公司开展了一个征集歌曲,我都一报名参加了 其实没有,其实是我们领导直接找的我 你看,我们刚才分析过,因为我们看了词,我们说回作品吧 我们看了词,我们觉得这个词呢,比较空,比较口号化,就没有实际内容 我们在想,这个会不会是你领导安排给你的任务 我们在推测,是有一种宣传的必要在里边的一些词语 其实命题作文不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不好写 特别是这种主题,但是我觉得大家忽略一点 不管你命题作文,你是不是在五号线工作 或者你是不是每天出门需要乘坐到我们的五号线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你在地铁当司机,你每天一定是有对工作的感受 这个感受一定是真的 我觉得要从这种真的东西去切入 和自己亲身相关的歌曲其实也有写 但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在写那首《荣誠心梦》的时候,五号线还是没有开通的 而且我也不是五号线的司机 所以其实当时我的破题点是想根据五号线的线路 经过了成都里面的哪些特色的地方去写的这个词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一些马可波罗油器不是来成都吗 然后而且成都在以前又有十二桥的这种说法 然后我就发现成都的天水桥真的很美 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像说这些的很少了 所以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说一说成都的天水桥 所以在第一段的副歌里面才有天水桥这样 而且成都地铁五号线它过的那个西北桥 就是符合进入咱们成都过的第一个桥 所以当时也写出了走马芙蓉地 然后那个临峰西北桥的这句词 哦 切点挺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需要再规整规整 对 刚才这种表达我感觉我们是听得懂的 但是那种表达是听不懂 就如果你能像刚才你跟我们描述这种方式 去组织你的歌词去展开 我觉得会比这个完全去要好很多 这个其实也很多了 写得蛮多的 但是说实话我们想出出的重点 记不住 哦 并没有 并没有出出来 未来自己也会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去创作自己的音乐吗 对 会的 会的 就我不是在八号线吗 其实也有给八号线 在给八号线再写 我们期待着跟八号线有关的作品 到时候你做好 我们八号线能听到吗 比如说我们车厢里会被放吗 车站里会被放吗 可以 而且这首歌就是被选中了 然后 这首吗 对对对 不是 是八号线的那首歌 现在还没有发布 到时候可能会全球发布 那到时候一定要特别去做一下八号线 听一听这首歌 是的 是的 期待着你更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